我们都知道,在娱乐圈里面有着那么一些口碑不错的女明星,如果你要说演技扎实的话,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绝对是刘涛吧。 凭借奇出色的演技和不错的人缘,他可以说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,其实在娱乐圈有个人,他刚红的时候,那知名度甚至比刘涛还要高,没错,这人就是燕涛,想必提到的,可能很多人会联想到的绝对是去年的时候,他和张艺一起主演的电视剧《鸡毛飞上天吧》,在剧中他和张艺的表现,可以说是让燕涛再一次被人熟知,其实要论起他真正出名的作品, 可能就要提到一部叫女人一辈子的电视剧了,当时这部剧里面燕涛饰演的角色,一举让他爆红了,当时的知名度甚至比刘涛要好火,之后的他也相继拍摄不少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,就比如后来在15年拍摄的《鸡毛飞上天》,更是一举斩获了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,当然,相比之下他的感情生活,却让人有些虚悉不已的,他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, 认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,两人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可没想到的事情是两口子,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了,他的丈夫就因为某种原因被判入狱,这一消息当时对于燕涛来说,真的可以说是五雷轰顶呢,后来也许是因为接受不了丈夫入狱十年的事情吧, 于是燕涛选择了和他离婚,两人并没有生下任何的儿女,但是如今已经离婚多年的他却一直都没有再婚,现在已经38岁了,而且颜值依旧跟20多岁的少女没什么区别,依旧还是单身一人,这就让人有些好奇了, 后来在15年的时候,燕涛和一个男子被拍到入住酒店,两人的动作十分亲密,而且又十分大方的样子,俨然就是一对熟悉的样子,外界当时都以为他现如今找到了自己的一对了, 可谁也没想到的事情,是他们后来也都不了了之了,感觉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情的样子,如今的他虽然并不像以前那么红了, 但是,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作品还是非常不错的,每年都能够看到他给我们带来的新作品。